號召買反服貿廣告 三小時募670萬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630 633萬 結果募到多少 670萬 在三個小時內 11名網友發起合購投版廣告活動 預計支持633萬元 在《蘋果之報》 與美國紐約時報買廣告 讓各界了解為何反服貿 我相信這個投版廣告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宣傳方式 宣傳方式 直接在PTT上 詢問鄉民的意見 這個部分是非常驚人 就是大家都對這樣的概念 非常的認同 三小時內約有3400名網友參與 超過670萬元 捐5萬的是3人 捐1萬的147人 捐5千的是202人 蘋果日報社長陳玉鑫表示 原本認為募款不易 財統原價150萬 特價100萬 他開玩笑說 早知道就不要打折了 除了蘋果策頁紀錄 學生占領行政院 招緊鎮壓的完整過程 所導印製號外 在太陽花學運現場發送 學生表示 還好有蘋果號外 才知道發生這麼可怕的事 東新聞台北報導